整個那個壺爐 最推薦是這個 今集除了會介紹美點心給大家之外 還會進廚房重地拍攝製造點心的過程給你們看 這間酒樓開業了16年 全部點心都堅持人手即叫即整 真假的 請大家看影片之前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加蘭 我們今天由黃江口岸出發 乘7號線去到八卦嶺浸A出口下車 沿著八卦一路走 很快就會見到有個很大的指示牌 寫著稀塘老船長酒家 跟著指示 走前一點就會見到很大隻船 很大隻船做標記 這隻船也是深圳人的地標之一 它是一個老船木的裝修 全餐廳都有一隻真實大的船 放在門口 而且它真的有水在下面 又養了很多魚 大家看到這間餐廳很大 進去門口都要走很久 而且它可以坐入裡面或外面都可以 外面就是一個花園景 裡面就是一個老船木的裝修 很多船的裝飾在裡面 還有很多很多的酒 一家大小來喝茶都不錯 環境很舒服 它的桌子都間隔到很闊落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u 終於跟大家介紹點心了 很多觀眾都說 為什麼我介紹這麼多菜式 經常都去吃潮山牛 烤肉 但是沒有介紹酒樓 他們很想吃一些美好的點心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間叫做老船長 一坐下來已經給了一個蝦片 跟香港很不同 可能是花生、酸菜、酸蘿蔔 它這裡有蝦片很棒 一來坐下來就有了 一下單之後 我決定要直衝去廚房種地 拍攝一些你們平常看不到的畫面 給你們看一下 一個點心的製作過程 剛剛看到師傅在做這個 鳳眼海膽蜜魚餃 它剛才有包過程 我還沒進來 剛剛看到它蒸好了 上面就放一些魚紙上去 這個是全場最貴的點心 是美點 三十六塊 但我覺得OK 裡面很足料 很多蜜魚 真的可以吃到 這裡的點心 由九塊到三十六塊都有 我點了整台的點心 加起來是剛剛好三百塊 但是份量都夠五六個人吃 我覺得一家大小五個人 剛剛好都是三百塊 那真是化算過香港 那個性價比是高一點 雖然你們經常說 不要拿香港來比較 但我們現在是旅遊心態 去深圳吃東西 就是因為便宜 所以都要比較 現在師傅在做一個 流沙奶黃包 原來拉完皮之後 它就會先吸一下帽子 之後拿過一塊去量產量 但是它重量多了 證明塊皮不夠薄 那再拉薄一些 所以剛剛 之後再人手搓搓 然後就包走在那麵包上 流沙奶黃包 我這次就沒有點到的 大家見到它在做 然後拍給大家看看 進來的時候 都蠻壯觀的 我第一次進去做點心的地方 我們平時 即叫即精是已經很新鮮 它不是即蒸,是即做 焰點焰做 你點完菜,它才會去做皮 所以預了時間,上菜先後會久一點 給它們一點時間 因為人手做一個手工點心 都要一些心機時間 不要緊,喝茶我們不趕 通常我們只有碳茶 逐樣點心慢慢碳才是喝茶 最少喝茶兩小時 通常喝茶是想一家人聊天 一家大小見面聊天 所以等久一點又有好東西吃 可以的 你見到它爐裡不多 可能只有兩三個份量 因為剛好同一時間有兩三台客人叫 一次過加在一起做 不會做太多,放在這裡做到凍 就不一樣,平時我們說會點心 就有一架點心車 然後推著去賣那種 這裡是你下單才立刻做的 雪花和牛蛋撻都很特別 都是甜的 吃到很多很多芝士 流心芝士 師傅現在表演做一個紅米腸粉 我也沒有預計它會做什麼 我看到這邊正在做,我又拍攝 那邊正在做又拍攝 然後再加剪接,做一個視頻 很精彩 我進去看他們做點心做得很快 這個紅米漿 放去蒸兩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它很薄的 完全沒有斷,一塊布就蒸了腸粉出來 我覺得做腸粉也是一個特技 一個失傳的文化 哪個發明可以這樣拿一塊布 就可以蒸出這麼薄的皮 很快 我覺得比西式的要搓麵粉 弄很多東西 其實腸粉一蒸就搞定了 一蒸就已經有這麼漂亮的皮 它包在中間脆薄薄的東西 好像油炸鬼一樣 它這樣捲起來 都不用五分鐘就做了點心出來 真是很厲害 如果我們在家裡想嘗試煮食 只是做這個腸粉 起碼做兩三個小時才可以 做完 打完卡就不知道為甚麼了 搞到一頭煙 建議出來吃 有些錢真的不可以省 這些真的要出去給錢人吃 還有酒樓吃點心其實都很開心 你喜歡點什麼就點什麼 而且不是貴的那個價錢 現在師傅在做這個 就是秘製咖喱蝦 這個是我點的 剛剛好讓我看到他在做 那個大頭蝦 猛火爆完之後 做完醬汁再拌回去 拌回去煮稠一點點 就上菜了 這裡吃這個咖喱蝦 是為了醬汁 醬汁 我覺得一定要配些煮食 翻臉 然後我朋友就說 當然不是啦 要叫油炸鬼 他又對 配油炸鬼應該是更好 很漂亮的這個醬汁 油炸鬼 稍後再拍給大家 我看到師傅在做這個瘦包 很漂亮 他又說是必點的 所以我也叫了 因為我看到他 原來這樣噴上去的粉紅色 不是蒸包之前做的 所以我其實不太知道 我看到他這樣做出來 很漂亮 還有大家來喝茶 可能媽媽生日 爸爸生日 瘦包都需要 所以我就叫了 誰知原來不是瘦包 這是雪糕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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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硬的 蛤 是不是撒開它 蛤 蛤 真的嗎 蛤 請問這個是怎樣吃的 蛤 這個都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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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推介 只是吃一個疑似售包的東西 都可以看到我多膠 我竟然以為它是假的 又變得這麼硬 那一下很奇怪 店員問他怎樣吃 他直接看著我 好像覺得我不知道是哪來的 真的 真是樣子 還說是美食博主 真是嚇死人 這個蝦餃 就是這裏的金牌蝦餃王 上面真的有一隻蝦 最棒就是上面那隻蝦 我轉頭片尾 都有拍海鮮池給你們 又是鮮蝦 賣相打卡都漂亮 很大顆 你看看我放在口裡 另外一定會叫蝦餃 一定是一對的 蝦餃燒賣 但我覺得蝦餃不是十分好吃 剛才那個餃子好吃 剛才那個蜜魚餃 還有這個荔枝鮮蝦球 這個是必點 在全餐飯裡面最好吃是這個 一定要點一定要點 都是最貴的點心 是美點 三十六塊 這個東西 外脆內軟 超級爆汁 超好吃 還要放到這麼漂亮 用來打卡拍照也值得 嘗嘗 這個很好吃 炸蝦餃 真的很好吃 讓我嘗嘗 嘗嘗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超級超級的 那個蜜魚餃 最推薦就是這個 和朋友一起吃飯 其實我有時不敢現場收入 因為你們在他面前說 不好意思 而且我怕說了很多無聊的東西 我們有時說的東西很無聊 所以我切了很多 另外這個很漂亮 金森天鵝榴槤酥 撕了他的頭 我吃了一口 是糖 也有榴槤味 一個很淡的糖 裡面是整個爆漿榴槤 另外給大家一個油炸鬼 我經常在我視頻裡 都會看到我點油炸鬼 因為在內地吃油炸鬼 是即炸的 很好吃 這是特點 23元這個油炸鬼 一大條 我們之後打包了 我們兩個加起來 吃了一塊 然後我們拿回家去氣炸 也是這麼棒 怎樣也要介紹一些甜品 給你們 這個是部長推介七彩薑汁無絲 好像薑汁壯奶的味道 是很軟的 入口即溶 七彩繽紛 上面的裝飾 其實它是入口即溶一口就沒有了 是薑味很濃 另外點了鳳爪給大家 因為我知道很多朋友 你去喝茶 一定要點一個點心 都會選擇鳳爪 這裡的鳳爪是麻辣 沒有骨 鳳爪 不是一般人吃到 我一放進口就吃不到 這個很辣 大家要小心點 不過喜歡吃麻辣鳳爪的 你們就會覺得很棒 我朋友就說很棒 另外一定會點燉湯 燉湯 這裏就是24季節靚湯 你來問一下廚房 問一下部長今天是什麼湯 然後你才去點 這個我記得是四十多元 好像是四十二元 我也不太記得了 點心就上齊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介紹 我們完成後 部長極力推介 我們去隔離這個八卦嶺花位中心 就像香港的花墟一樣 有很多不同賣花的店 你們可以去逛街買花 還有花是可以帶回香港的 除了蘭花 大家記得蘭花是不可以帶入境 不可以帶回香港的 還有補充一下 因為蝦是靈叫的 我忘記了 所以我的單單顯示是三百元 是沒計過蝦的 另外拍到這裡的包房給你們看 希望喜歡今天的介紹 繼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嘉楠 拜拜